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 今天和好友开黑玩了一把牌位 我原本是二楼的 其实每次牌位维哥都喜欢在四五楼这个位置 这样可以看对面选择什么英雄 我们可以好应对 就像这一局 三四楼抢了个雕茶 然后对面就出了三个带控了技能的英雄 那这个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专州了 因为专州带有解控技能 正是那些带有控制技能英雄的克星 一开局我走的是 善武和对方凯对线 还好专州和凯对线不就很难打 却会和他周旋没可 打了几分钟后 我方韩信不知为何就被凯追着打 这个时候作为漏的专州肯定要去帮忙 还好我方韩信走位不错 并且把凯给留在了我方塔下 在一次日常巡逻对方野区的时候 发现那方猴子在打红 那我以为肯定要不去抢一抢咯 可惜运气不好就差一点 红没抢到总得不去 但看到我方雕长躲在草丛中 对方猴子可能想打我一次 决定和 雕长干到这只猴子 就在猴子进入草丛一串烟 但打着打着对方凯出现了 就这么一锅撕杀没血了 韩哥一个闪现 看到了对面红大虎去了 不过已经没多少血 想烙回去 却被夏侯敦一技能给击败 这可是本来第一次就这样给了夏侯敦 不过没过多久 夏侯敦就遭报应了 被我和韩信打得跑都跑不掉 这就是收韩哥第一次能头的下场 比赛已经进了9分钟 韩哥把守的上路塔 紧趋了一丢丢血量 可见韩哥守塔的决心和能力 这个时候对方已经派上两决战架 来帮一个凯一个莫子了 特别是莫子 他家的莫加炮打人还是挺疼的 不过对于专州来说负责一批 对我射了几发就是打不到我 你说气人不气人 最后还被我和队友兄弟一起反杀了 这就是实力的差距 也许莫子受了打击 也许莫子受了打击 后面又来对我的专州进行抽射 不过基本都没刺中 只能说这年的莫子实力好菜呀 莫子这局只能说他倒霉遇到专州 在一次想孤我方上入了塔的时候 被专州一路追着打 就是开大招也没用了 莫子可能是被专州欺误的发疯了 在一次专州残血的情况下 莫子的眼里只盯着专州 终于是让他成功的击败了一回 所谓离山晚来嘛 在一次团队有优势的情况下 看到对面莫子 伟哥眼里也是盯着他不快了 最后被追的没地方跑 嘴边都被推掉了 这期主要就是告诉大家 如果对面有选择莫子的话 那我方最好来一个专州夹子吧